詞曲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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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直壓道具喔 缺陷金無須割肉賣 好 那先講一下我們做這個的idea 就是我們做這個的想法喔 那… 因為有非常多人私訊我們要賣裝備喔 那大部分都是缺錢要割肉賣喔 那很多人之後其實還是想要收回去喔 但就是暂时需要一笔钱 然后想要直接卖给我们 但是不是不行 只是说大部分人会想要随便卖的物品 就是我指的随便卖就是想要低价 随便卖掉变现的物品 通常都是流动性非常差的装备 意思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人愿意买这种装备 那因此呢实际卖出的价格本来就会 比所谓的行情价来的低很多 那假设说实际售出价是打八折的 那我们这边也只能六折跟你售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我囤一堆装备在那边不流动 本身就是一种亏损 那卖不掉的话更是一个巨大的亏损 那再来的话就是 直压道具具体是怎么操作 那会根据你的直压物品的流动性 给出物品价值的35%到75% 那我们会给你一个金额 那要在60天内原价把它赎回 那我方收取部分的服务费 那服务费可能是8% 可能是12%也可能5% 那一样取决说 我收这个物品60天后存在的风险 是否你不会赎回 然后呢物品价格持续走低 然后无人接手 好没有人接手 那我们就是实打实的用真金白银来买一个没有用的东西 那相当于是我方先电资金给你 你只要在60天内将物品以原价赎回就可以了 不会多收你一毛钱的差价 物品的差价一毛钱都不会多收 这样子应该不会有人觉得我收服务费很坑吧 因为借钱不可能免息 这应该是尝试 好那很多人会好奇说 为什么只有35%到75%呢 那其实答案跟刚刚是一样的 如果物品流动性很差 然后60天后价格又持续走低 我就是花钱买一个垃圾嘛 简单来说卖不掉东西就是垃圾嘛 对吧 对我们来说嘛 那因为我们用不到 所以它就是我撑之垃圾 好那所以说不可能 市价多少钱就给你多少钱啊 那这样子装备子要一旦不好了 那出职人就是来给我们物品的那个人 那就不会赎回他的物品啊 因为物品价格下跌了嘛 他就不可能会来赎回他的物品 那我方就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哦 而且呢 其实我 不管是几% 35%75% 都是一样的 我一开始给你2万 假设我一开始给你2万 你赎回10也是给我2万 我给你一开始给你4万 你赎回10也是给我4万 所以并不会说因为装备物品沽低了 有什么影响哦 东西依然还是你的 你只要在时间内赎回就可以了 好那如此一来的话 我方既可以降低风险哦 那有需要的人也可以不必 割肉卖物品哦 甚至是有一些是 自己是有回忆的 或是有收藏价值的物品哦 只是因为一时缺现金导致 不但东西没了 而且还得割肉卖哦 好那 因为之前有很多人就是 他说他想要跟我们收回这个物品 可不可以之后跟你们收回啊 我的 我们的回答没办法 就是 没有办法啊 你卖给我们当下 就是买断了嘛 之前是这样的嘛 买断了我就要马上卖啊 我不可能等你啊 我不可能等你啊 懂我吗 因为我钱放在那边就是一种亏损 我不可能等你 但是如果有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 呃 业务一个新的服务的话 就有这样子的需求的人 就可以来用这种方式哦 等于说 我们只收你可能8% 12% 或是5%的费用 那 你就是可以原价的 抵押给我们物品 然后我们给你一个金额 然后你之后再用同样的金额 把它数回去就可以了 好 那讲完了 对于我们这项新的业务 有任何的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